全文故事 反而心中暗自庆幸爸妈不再关注于我 他不知道的是 爸妈找他回来 可从不是因为什么血缘亲情 给他的所有一切 一早已标注好要付出的代价 一礼服店里 爸妈 我还有苏清玉在挑选着 今晚要出席晚宴的礼服 苏清玉一眼 就看中了店里最贵的礼服 爸妈 这件衣服好好看 与我的身份一看就很大 就选这一件怎么样 爸妈两人相识一眼后 齐生笑着应了好 苏清玉回来苏家 已经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里 出于对他的补偿 爸妈对他的要求 都是有求必应 他是苏家的亲女儿 却在上个月才回来 恢复苏家千金的身份 又据说 从前跟着养父母过足了苦日子 爸妈心疼得紧 因此更是在物质上 不留余力地满足她 换上礼服后的苏清玉出来后 在场众人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 爸妈更是惊呼到 清玉 你真不愧是我们的亲女儿 太漂亮了 和妈妈年轻的时候 简直如出一辙 这话我也同意 苏清玉的确继承了 妈妈的美貌基因 刚回来时 她怎么打扮还不明显 今天身上这礼服 与她相得益彰 是像急了妈妈 年轻时候的样子 得到爸妈的肯定 苏清玉更是喜笑颜开 可这丝毫不影响 她立马把话头 转到了我身上 姐姐 你也快选一套试一试吧 我看刚刚进门的那套 就还挺适合你的 爸妈文言一将 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的看着我 门口的那套 也还称得上是件礼服吧 就是相比 她身上有着繁琐的工艺 和昂贵的配饰的礼服 进门的那件 就是最最普通的 纯色基础款式 我倒是很平静 亲生印好后 就要导过取了我的尺码去换 对着平平无奇 毫无特色 没展示我任何身材优势的礼服 苏清玉还恰有介事地说 姐姐 你看我给你挑的衣服 多适合你啊 是吧 站在她旁边的我 被衬得像极了灰姑娘 可我并不生气 还微笑着朝她道谢 是的 多谢妹妹了 二这一个月以来 我都已经习惯了 可能是出于 对我霸占了她苏千金身份 二十年的不平 苏清玉处处要与我相比 总是要赢我一头 才肯罢休 除了实时在爸妈面前 要争宠以外 还总想在外人面前 也将我这个假千金 与她这个真千金区别开来 今晚爸妈在宴会上 将会向众人宣布 寻回亲生女儿的喜讯 所以 她给我选最普通的礼服 无非是怕我抢了她 真千金的风筒 可我也从来没想过 要抢她风筒 所以很痛快地 换了那最普通的礼服 毕竟 有时候太过耀眼 可并非是什么好事 宴会上 各个人模人样地穿着礼服 优雅地端着红酒杯 带着面具 穿梭在人群中 谈笑风声 我坐在角落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没人知道 脱下衣冠 摘下面具的他们 内心有多肮脏 酒过三巡 宴会的高潮要来了 妈妈左手挽着爸爸 右手牵着苏清玉 一家三口走向舞台 隆重地向大家宣布了 苏家又找回来 一个女儿的喜事 众人皆被盛装出席的 苏清玉吸引了目光 这是苏总夫妇的 亲女儿吧 长得可真漂亮 是啊 据说之前那个苏诗意 只是养女 所以长得不像苏夫人 还是这个苏清玉 继承了苏夫人的美貌 真千金回来了 假千金还能有什么地位 我看今天他穿的 比苏清玉差的 可不是一点半点 没被赶出去 已经不错了 假千金 好歹也是带着千金 两个字呢 虽认回苏清玉后爸妈 从没有对外说 我不是亲生的 但圈内人 也早就知道了内情 可假千金的我 听到这些 内心却毫无波动 没人知道 其实我的心里 时刻都在希望 爸妈 能将我这个假千金 赶出苏家 三直到苏清玉出场 我才感觉到 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那令人不适的眼神 离我而去 这个眼神 来自于一个人 王硕鹏 柳城最大的投资商之一 他大概也是爸妈 没把我这个假千金 赶出苏家的原因 爸妈一直想与他牵上线 能让他投资我家的企业 但他滑得很 一直只打太极 并不正面谈及投资的事情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 知道了他没有别的嗜好 单单好一个色字 尤其喜欢二十出头的 青春女大学生 爸妈一开始花大价钱 找了个青春的小嫩模 给王硕鹏送去 可他阅人无数 一眼就看穿了 小嫩模的真实身份 压根没看上眼 再有一次 爸妈同他见面时 我也在场 王硕鹏的眼神 就有些似有若无地 落在我身上 自此 每一次去与他洽谈 爸妈都会要 我好好收拾打扮一番 带我同去 一开始 我并不明白 这其中的深意 王硕鹏今年四十三 和我爸差不了多少 在我看来 也只是带我 见见长辈的意思 可又一次的饭桌上 王硕鹏的闲珠手 直接伸向了我的腿 第一次 他的手试探着 往我这边伸的时候 我还以为 只是不小心碰到了 只悄悄拉开距离 但接着我知道 他是有意的了 因为他趁着说话凑近 直接把手放在了我的腿上 应急反应 让我大喊出声 并立马站起身 爸妈也被我吸引了注意力 忙问我怎么了 看了一眼 没事人一样 夹着菜的王硕鹏 为了不破坏 爸妈的融资计划 我忍下了 没在明面上 撕开他的面具 只说是看到虫子 被吓了一跳 回到家 我就立马 跟爸妈说了这件事 并指出 这个王硕鹏 怕不是什么好人 但妈妈安抚我说 应该只是他有点喝醉了 不小心碰到了而已 叫我不要多想 爸爸也来训斥我 小小年纪 怎么思想这么龌龊 可我明明就是觉得 王硕鹏不怀好意 但爸妈这么说 我也只能不再计较 如果那时的我知道 后面会发生 令我至今想起 都忍不住放了心的事情 一定不会放松警惕的吧 四宴会过后 苏青玉算是在爸妈的圈子 彻底被众人知晓了 又因他善于交际 迅速在富二代的圈子里 站稳了脚跟 每天邀约不断 而作为假千金的我 被忽视得很彻底 无人在关注我 我喜欢这样的清静日子 可爸妈终究 还是没打算要放过我 这天 苏青玉出门赴约去了 爸妈带着漂亮的衣服和首饰 敲开了我的门 师爷 你等一下跟我们出门吃个饭 打扮得好看点 爸 妈 我可以不去吗 我低着头 轻声想争取一下 可以听我说不去 爸爸立即变了脸 声音也变得冷漠 苏诗意你别给脸不要脸 能被王总看上 是你的福情 不然 我们白白养你二十年吗 半个小时 我要在楼下见到你 我不敢再多说什么 因为如果我不去 爸爸也有一万种方法 让我不体面地去 在发生上次的 闲珠手事件后 在有王硕鹏的饭局 我坚决不愿再去 但爸妈软硬兼施 爸爸生气地 把我关了三天的禁闭 随后 妈妈又拿出公司的收益报告 给我看 告诉我 我们家真的很需要 这一笔投资 那时候的 我也不知道 自己并非爸妈的亲生女儿 因而从未产生过怀疑 看着妈妈恳求的眼神 我还是去了 心里想着 我做原点多注意点就是了 但那天 差点成为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他们亲手给我到的酒里下了药 要我给王硕鹏敬酒 喝完酒再有意识 是在酒店的床上 我这才知道 爸妈原来早有把我送上 王硕鹏的床 来换取投资的打算 幸好那天 王硕鹏正好有事耽搁了 来得晚了一些 门被从外面反锁住了 我根本打不开 眼看着门外王硕鹏 脚步声渐进了 我在最后的时间里 找到了一个开酒器 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 王硕鹏的对手 所以我只能假意顺从 忍受着他肥瘦的身躯 压在我身上 拱来拱去 等到他完全放松了警惕 我一直藏在身后的手 这才拿着开瓶器 重重朝他后脑勺砸去 他昏了过去 我才成功逃脱 也是在那天 我从王硕鹏口中 知道了自己不是苏家 亲生女儿的事情 五那一下 我是抱着杀死他的决心去砸的 当时想着 大不了就都不活了 可烂人的命真大 他不仅活下来了 还有点名要我做陪 正好半个小时 我下了楼 坐上车准备出发 路过大门时 却正好遇见刚从外边回来的苏清玉 爸妈 你们带妹妹去哪啊 我主动换到了副驾驶的位置 因为苏清玉也坚持要同我们一起去 爸妈眼里挣扎片刻 拗不过他还是同意了 苏清玉还以为 爸妈单独带我出去 是有什么好事吗 生怕错过半分 硬是要去 来到包厢 等了许久才等来 姗姗来迟的王朔鹏 毕竟是有囚余人 爸妈虽早已不耐 还是带着谄媚的笑意 迎了上去 王总 您来了 可王朔鹏 一进门就是没好气 眼神划过我 冷哼 你们家合作的诚意 我看似不大 不知道还三番四次邀请我做什么 看来上次 被我砸得的确不轻 王总说的哪里话 苏家可是诚意满满的 这不 今天特意带着小女 过来给您赔得里道的歉 爸爸说完 眼神示意我敬酒道歉 我忍住屈辱 倒了酒举杯 想要上前 在一旁的苏清玉 这时 却开口了 爸爸 这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什么时候得罪王叔叔了吗 眼看着王朔鹏的视线 被刚说话的苏清玉吸引了过去 妈妈赶紧想要把她往外推 清玉 你去外面找服务员 再点评好久过来 再多点几个你喜欢的菜 怎么只想让姐姐在场 难道爸妈 是嫌我农村长大的 拿不出手吗 苏清玉却是不肯离开 眼中含泪质问 爸妈不知如何与她解释 局面一时僵持住了 遛这酒 我是不用敬了 就在爸妈和苏清玉 僵持不下的时候 王朔鹏开口了 清玉不用走 没什么大事 道什么歉 我开玩笑的 来来来 清玉坐到我旁边来 苏清玉这才破涕微笑 在王朔鹏旁边的座位坐下 我看着一无所知的苏清玉 心情复杂 王朔鹏看她的眼神 与之前看我的 不无两样 全程他们四人相谈甚欢 再没人提及到我 临走时 王朔鹏意味深长地和爸爸说 苏总 我看你家清玉 可比诗意乖巧多了 下次就带清玉来和我签合同吧 一千万 爸妈文言一愣 但也就一顺 爸爸就一口答应了 当然没问题 王总 您慢走啊 送走了王朔鹏 爸爸脸上浮现了今天以来最真挚的笑意 清玉 你可真是爸爸的小福星啊 苏清玉听到表扬也开心得很 使妈妈有些欲言又止 而我的心中只有寒凉一片 肮脏的交易已经在口头上约定了 苏清玉好歹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我本以为爸爸不说直接拒绝 至少也会认真考虑过后再给答复 但没想到爸爸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看来他们的心里只有利益 哪怕亲生女儿也是比不过的 下一次带她见王朔鹏 恐怕就是要把她送入虎口 我们要哪一刻比这个时候更想逃离这个家 亲生女儿尚且如此 那非亲生的我 这一次就算是因为苏清玉的缘故逃过了王总 可以后肯定还会有张总 刘总到我没有地方可去 苏清玉告诉我 她的养父母也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在她被接回来前就已经去世了 而从前的经验告诉我 这个家 我自己是逃不出去的 期待爸妈要带苏清玉 单独去见王朔鹏的前一天 我还是忍不住去提醒了他一下 那个王朔鹏恐怕不安好心 你明天还是小心一点 他虽在回来以后处处针对我 但是也从来没做出实际伤害我的事情来 听完我说的话 苏清玉的反应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他既然友好的朝我表示了感谢 我知道 但还是多谢你的提醒 还有爸妈给你倒的酒 你别乱喝 这一句话 我的声音压得很低 文言他目光如炬地看向我 我没时间读懂各种意味 赶紧离开了 如果被爸妈知道 我大概又要受罚 他们之前已经言辞警告过我了 第二天 爸妈是带着哭哭啼啼的苏清玉回来的 我内心一惊 王硕鹏还是得逞了吗 可爸爸一开口 却是骂苏清玉 在爸爸的骂声中 我拼凑出了整个事件 原来王硕鹏进了房间没多久后 就被人匿名打电话举报 有人调娼 很快警察上门 带走了王硕鹏和他房里的女人 里面的人不是苏清玉 他刚好走错了房间 逃过一劫 王硕鹏也没事 只是去了一趟警局 解释清楚了情况 就被放出来了 但他今日目的没能达成 事后打电话 对爸妈大发雷霆 责骂他们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被骂了的爸妈 当然只能把一切怒火 发泄到苏清玉身上 爸 妈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你们别生气了好不好 苏清玉哭得梨花带雨 楚楚可怜地看着爸妈 改天我亲自去向王叔叔道歉 只要他能原谅我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此话当真 苏清玉乖巧地点点头 妈妈这才和颜悦色 拉起蹲在地上的她 爸妈也不是故意要对你发火的 主要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公司以后还不都是你的 你也别怪爸妈 不会的 我知道 爸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苏清玉轻声说 可我不知为何 听出了语气中有一丝冷意 巴哄好了爸妈 家里表面上 又恢复了其乐融融的状态 苏清玉还是照常在爸妈面前 要凸显我与他之间的不同 常常挤兑我 但我之前都不会生气 现在就更不会了 我隐隐有一种感觉 他对我似乎并没有恶意 再有要在众人面前露脸的场合 他都是特意指出 我这个假千金就没必要去了 爸妈不知为何 也听从了他的意见 毕竟我知道 爸妈心里肯定还想着 拿我去换个好价钱的 不值王总的一千万 也总该值个张总的五百万 不去露面 别人怎么能看上我 因为我已经给他们 拉来了一个五百万的投资商了 不是王硕鹏 像是看出了我的困惑 趁着爸妈没在的时候 苏清玉淡淡地告诉我 此刻他脸上的表情 冷漠地可怕 但我知道 这不是针对我 所以他们 暂时不需要用你去换取投资 但可能很快 他们又会找上你了 你自己小心一些 苏清玉停下来 冷笑了一声 而且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把我找回来 就是为了拿我换取利益的 什么亲生女儿 不过就是他们眼里 代价而沽的商品 苏清玉走了 可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不知道 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才拉到的那五百万投资 也不知道 为何他明知苏家 是深渊 还要往这里跳 但没等我搞清楚那些疑问 我的麻烦 已经找上门来了 一个平常的周末 爸妈直接把五十岁的相亲对象 带回家来了 不对 在他们嘴里 是结婚对象 看着面前这个大富翩翩 西装根本都不住肚子的老男人 朝我露出色眯眯的笑容 我差点没把隔夜饭吐出来 我见过他 是近两年赶上风口 发了财的爆发富装大头 除了有一点钱 这个人还有两个 比我年纪还大的儿子 看来爸妈的确是缺钱 缺到了一定程度 从前他们对这种爆发富 都是嗤之以鼻的 九张大头的眼神 粘在我身上 嘴上还一边说着 苏总 只要诗意愿意嫁给我 除了车房以外 财礼我愿意给两百万 另外 再给你们公司投资两百万 爸爸哈哈一笑 并不作答 却是把话题抛到了我身上 这还要听听我们诗意的意思 诗意怎么说 我没哼声 他不过就是还不满意这个价格 可根本不是在问我的意见 见我迟迟不表态 张大头急了 苏总 诗意小姐肯定是听您的 您还有什么要求您就提吧 只要我给得起 为了诗意 我都愿意 后面一句 是用他那双背脸上的肉 挤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 含情默默地看着我说的 我没忍住呕了一下 爸爸立马眼神锋利地看向我 我被吓了一跳 立马反射性地道歉 抱歉 今天中午吃错东西了 张大头也没计较 还顺手把他剩一半的橘子 递给了我 没事 诗意 来吃点橘子压压 在爸爸如炬的目光下 我只能伸手接过 爸爸这才又有了笑意 对张大头说 我就这么两个宝贝女儿 可不能被轻易取走了 还有我们家公司啊 诗意其实也是有股份的 张大头明白了意思 忙不迭开口道 既然是诗意要接手的公司 那我在家投两百万 四百万怎么样 贤婿果然是痛快人 这个婚事 我这个做爸爸的 就替诗意做主印象了 没人过问我的意见 我像一块猪肉一样 被买家和卖家商定了价格 只需要被打包带走就行了 只是一会发呆的功夫 爸爸已和张大头 把我的婚期都订好了 据现在不过短短一个月 爸爸笑着送走了冤大头 哦不 是张大头 他刚刚已经当着爸爸的面 先赚了两百万 到公司的账户上 时转头看到还在发呆的我 爸爸脸上笑意不在 面色冷峻 雨寒警告 这一个月 你就好好待在家里 准备嫁人 别给我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不然 后果你自己也清楚 彻底不知道能怎么办啊 在逃跑一次无果后 我又被关在了家里的禁闭室里 从我有记忆起 但凡违背了爸妈的意愿 就会被关进禁闭室 禁闭室里很黑很小 我很害怕 被吓得嗷嗷大哭 可是哭也没用 爸爸说一天就是一天 说两天就是两天 少一分钟都不会把我放出来 妈妈会在我被放出来后 又用软化来哄我 可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能是我妥协 听从他们的安排 最久的一次 我被一连关了七天 禁闭室里暗无天日 又无人交流 我差点疯掉 出来后有一段时间 我都不会正常开口 跟人说话了 因而 此后就算是我不高兴不喜欢 也还是会默默 听从于爸妈的意见 这一次 是我对自己命运的反抗 可终究还是失败了 苏清玉在拉到了五百万投资后 已经进入公司上班了 我在家很少能见到她 没想到这时候的我 想到的人既然是她 觉得她是能帮到我的 她比我聪明 而且我看得出来 她对爸妈也并非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 言听计从 反而我感觉得到 她对爸妈甚至是带着隐约的恨意 虽不知恨意从何而来 但她回来应该的确是另有目的 可眼看着婚期渐进 已经选定婚纱了 我给苏清玉发的消息 仍旧是时辰大海 婚礼当天 我麻木的任由化妆师 给我化着妆 新娘子笑一个 结婚当天不笑 可是不吉利的哦 旁边不知从哪找来的伴娘在说话 这吉利给你要不要 我根本不可能笑得出来 一直被张大头用婚车接到了婚宴现场 我环顾全场都没能看到苏清玉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了吧 主持人开始Q流程 编造了一个无中生有的 相知相识相爱的故事 我挽着爸爸的手 在大门前等着他喊新娘入场 可不知为何 迟迟没能想起主持人提示我出场的声音 本吵闹的大厅里 似乎安静下来了 在我的疑惑中 大门渐渐打开了 十一你知道 电视剧里男主角 头顶金光出场时的画面 是什么样吗 此刻苏清玉 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的身旁还有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苏时俊 我们接到报案 现怀疑你与一起谋杀案有关 我局依照法律相关规定 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请跟我们走一趟 爸爸被带走了 一同走的 还有妈妈和苏清玉 全场哗然 只有我松了一口气 眼泪终于掉落了下来 这场婚礼是彻底毁了 我赶嫁 张大头也不敢再娶了 很快 我也被通知去警察局一趟 真相大白了 原来苏清玉根本就没想过要回苏家 是苏时俊为一己之力 硬要让他回来 他不同意 便想使手段为难我的亲生父母一番 本想制造一出意外 好让值班的他们负责意外的损失 以此作为要挟 但没想到 那一次意外 严重地超乎他的预料了 这是我的亲生父母 丧生火海 结果已经是这样了 他也只能将错就错 试图掩盖一切 在他们眼里 我亲生父母的生命不值一提 但在苏清玉眼里 那是他最重要的人 我想 我的亲生父母 肯定是很好的人 能让苏清玉一提起 就是满脸幸福 他从来不是贪图这个苏家千金的身份 回来的目的也只有一个 就是收集证据 为爸妈报仇 他和我说 如果可以 我希望永远都没被他们找到 一直都只是方清玉 苏世俊夫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没再去见他们 再选择一再把我卖给别人 开始养育之恩 就已经还清了 事情已了 可苏清玉没打算留下 他说 要回有爸妈记忆的小县城 那才是他的家 我也随他一同去看了爸妈 看着爸妈的照片 发现了 我原来也长得很像妈妈 虽然遗憾 没有亲自见到过他们 可知道 他们之前在苏清玉的陪伴下 一直过得很幸福 就很好了 临别前 苏清玉鼓励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吧 我知道你从前过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回来后 我重新拿起了画笔 去考了我喜欢的设计 此后 人生的画卷该由自己来描绘了 谢谢你的出现 清玉妹妹 翻外溢我是苏清玉 原名方清玉 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因为我与爸妈的确长得不太像 爸妈都是很淳朴的工人 他们没有意识到过这件事情 只当是老方家的金银彩票 生出了我这么一个漂亮的闺女 是的 爸妈都很爱我 虽说是一般的农村家庭 但其实我什么都没缺过 他们竭尽所能给了我最好的一切 家里也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爸妈不重男情女 也不打算生二胎 因为我小时候看到邻居家哥哥 在他妈妈生了二胎以后 常常被忽视躲起来哭吼 就回去告诉了爸妈 希望他们永远只爱我一个 许是我当时小小年纪 却那么一本正经的语气 他们也很郑重地答应了我 后面也真的再没生二胎 我一天天长大 高中去了市里上学 高一那年 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亲生父母 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见到的 因为我真的长得很像我亲妈 在商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们带着一个 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生 在买衣服 是很贵的店 但那个女生却不开心 好像给她挑选的 都是她不喜欢的 她应该就是爸妈的亲女儿吧 在她身上 我也看得出一点爸妈的影子 我并没有打算相认的意思 爸妈很爱我 同样 我也很爱爸妈 也很满意 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 我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但大一那年 亲爸妈 还是找到了我学校 我成绩挺好的 是状元省前十的成绩 考进的学校 加上长相 的确有些辨识度 被找上了 我不奇怪 但他们想要我放弃 现在的生活 回苏家 我就比较奇怪了 除了那点血缘关系 我的其他一切 与他们毫无关系 就算是他们提出 给爸妈一百万的抚养费 我也还是拒绝了 爸妈虽然不富有 但家里也不缺 他们这一百万 他们还去找了爸妈 爸妈只问我 想不想回去 我表示 不想以后 他们也拒绝了 我以为 事情就会这么 到此为止 也确实相安无事了两年 大四那年 他们却又再来找我了 我当然还是言辞拒绝了 但没想到我的拒绝 给爸妈带来了 杀生之祸 他们入资了 爸妈上班的厂 特意在那晚 只安排爸妈两人值班 制造了人为意外 厂里发生爆炸 爸妈惨死活海 我知道是他们干的 但苦于 没有任何证据 他们又一次来说 要接我回去 这一次 我答应了 我要他们为自己 所做的一切 付出代价 二回苏家以后 为了降低他们的警惕 我做足了一个 没见过世面爱争宠的 小家子气的形象 处处故意针对苏诗意 但苏诗意倒是挺能忍的 都是默默承受 就为了继续能留在这个家 他们找我回来的目的并不单纯 我猜得到 不然也不至于使这种下作手段 害我爸妈 在正式被公开身份后 我进入了这个圈子 才知道里面的人有多恶心 但我必须要更快地融入他们 以便获得更多的信息 只得忍耐着和那些富二代套近 努力没有白费 我知道了 苏家现在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 公司也只是表面还光线着 那里不知道空成什么样了 只有少数人真正看清了这个局势 王和也就是这少数人之一 他还看出我并非与苏家一条心 提出了想跟我合作 条件是苏家公司股份的一半 我没有立即答应 虽然苏家的公司本来也与我无关 但也不能让合作这么轻易达成 同时在他口中 我还知道了苏家爸妈 想要把苏诗意送给王硕鹏 换取投资的事情 我对苏诗意没太多好感 他唯唯诺诺的 但他好歹是爸妈的亲女儿 因此 那天看家中监控 发现他们要带苏诗意出门时 我特意赶回家 偶遇了他们 并执意要求带上我一起 没想到这一去 给自己摊上事了 那个王硕鹏 转眼看上我了 真是辣蛤蟆异想天开 这下也算是明白了 苏家爸妈 为什么坚持 要把我认回家 什么轻生不轻生的 都不过 就是他用来换取 利益的工具罢了 虽猜到了真相 但我还是如从前一样 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可没想到 被我这么欺负的苏诗意 竟然会来提醒我 这倒是让我对他 有点刮目相看 他好像也并没有那么 贪慕虚荣 想待在这个家里 或许是我错想他了 后来我还是和王和 也合作了 他是个痛快人 直接先打了五百万给我 至于王朔鹏这只辣阁吗 我略施小技 惩治了他一番 事后又装无辜 先躲过了这一截 下次亲自道歉 可不会再要下次了 三靠着王和 也给的五百万 我成功劝服苏家爸妈 让我进了公司 忘了说 我大学是会计法律双学位 苏家爸妈 见我有这个能力 随随便便能拉到五百万投资 也就没那么急切地 想把我区区一千万 卖给王朔鹏了 进了公司 我忙于收集他们 害死我爸妈的证据 也就很少回家 可没想到 他们转身 又把目光放到了苏诗意身上 四处在搜集 有钱能看上他的人 想要从中 挑出一个给家最高的人 趁一次回家的时候 我提醒了他 但没办法管他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证据 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 可我还奔波在找证人的路上 还好终于在苏诗意婚礼当天 我赶上了 没让他嫁给张大头 他发给我的消息 我也一一看了 原来他也从来都是 无法反抗苏家爸妈 而不是不想反抗 都无法想象 一个四岁小朋友 被关在一个小黑房子里 能有多害怕 突然觉得 在爸妈的爱下长大的我 很幸运 苏家爸妈被我送进去吃牢饭去了 王寿鹏也进去采缝刃机去了 至于公司 把股份一半留给了苏诗意 一半卖给了王和也 以后就与我无关了 王和也极力挽留我 但我还是拒绝了 这个城市 多待一刻都令我作呜 苏诗意喜欢设计 选择了继续上美院深造 此后他终于能自己把控自己的人生了 爸妈看到了 应该也会高兴吧 而我呢 与苏诗意道别后 回到了小县城 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还是爸妈在的地方 更适合我 当然还是会好好生活的 因为爸妈在天之灵 也肯定希望我过得好吧 可不想梦里梦到 他们为我担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